4.天仙造人 为了显示神各自的能力和法力 在上帝的默许下 45亿年前 耶稣率领上亿天仙开始创造太阳系 先造出了地球 然后设置了太阳及其他太阳系星球 对太阳定义的天仙 地球的大小位置 运转速度等进行了严密精确的计算和设计 此后 耶稣派遣金翼天仙 以智慧人的身份来到地球 对地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地球上的水 大气 绝大部分绿色植物和食草动物等 就是当时天仙人创造的 灰生物是由于有水加光合作用 而制形繁殖起来的 这个创造的过程前后断断续续 持续了将近23亿年的时光 请看生命天 在动物被造出之前 月球尚不存在 前期的一批动物被创造出来后 天仙们发现 这一旦他们撤离地球 因为没有潮起潮落 风云雨雪 动物们就无法有效生存 所以 他们在离现在的埃及开罗 不远的地方和大西州 大西州在大西洋顶部 建造了两个大型的冶炼厂 用冶炼出来的特制金属 制造了许多飞船 一方面 把创造出来的动物们 运送到地球各处 另一方面 用这些飞船 把冶炼出来的金属 运送到太空站 在太空站 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外表 凹凸不平 这银白色能反光的中空的大球 这个大球就是我们现在的月球 十亿年前 地球上的夜晚是非常明亮的 后来由于宇宙尘埃 不断落到月球表面上 所以 月球不再如当初那么明亮了 我们现在偶尔看到的飞碟 不是来自外太空 而是来自月球中心 月球的中心是个巨大的仓库 里面 有许多当时天仙们使用过的工具 飞碟就是工具之一 月球有一扇门可随时开启 神秘的百磨大山脚区下面 有一个巨大的宫殿 是天仙们在地球上的临时旅馆 根据需要 天仙们可以随时遥控 月球内部的飞碟 对地球进行探查访问 两亿年前的地球可以说是美丽富饶 繁华似尽 现在的撒哈拉大沙漠当时是风鸾叠杖 奇风林立 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 是绿色植物和动物们集中的最美丽的地方 天仙们就在地球上 歌呀 舞呀 闹呀 乐呀 有点乐不思数 但好景不长 地球上天仙的快乐享受 引起了沙丹的不快 为了显示自己法高一筹 大约在二端五一年前 他就派遣另一批天仙 佛来到了地球 在已有的基础上 开始了大规模的 苍蝇 蚊子 臭虫 老鼠 蝎子 蜈蚣 蛇 食肉动物等生命的创造 专门对付耶稣派创造的生命 为了平息他们心头的嫉妒之火 他们还以恐龙的形态 在全球范围内 对耶稣派创造的植物和动物进行了破坏 这种不和谐的局面 导致了上帝的不悦 大约在一亿三千万年前 上帝用一种瘟疫将恐龙尽数消灭 把他们的灵体全数关押在了阴极黑洞体中 遗憾的是 有一对聪明的恐龙 藏到了中国东海深渊一洞中 逃过了此劫 在水下休眠了大约 一亿多年的时光 大约在一百六十万年前 为了不使充满生计的地球 闲置无用 上帝亲自设计了一种生命结构 这个生命结构 就是现在人类的图形 并把这个生命的图纸 交给耶稣实施 耶稣的使者们 依据上帝的图纸 来地球进行对人的制造 为了接受上帝从宇宙中 发来的能量 也为了积聚 创造这个特殊生命 所需的能量 以便加速人 这个生命的创造过程 它们在现在的埃及地 也就是 沙哈拉这个当时 最有利于生命存活的地方 建造了许多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 就是现在的埃及金字塔 由于第一次制造时缺乏经验 少了几个步骤 所以 生产出来的生命 全是猴子 改进后 生产出来的全是猿人 这当然不能使上帝满意 所以 继续加工制造 再出了第一批人 它们就是非洲的黑人 第二批生产出来的是 美洲的印第安人 第三批是欧洲白种人 埃及人和北非白种人 这三批人造好后 它们就撤离了地球 为了不使 撒帆从中作梗 它们在撤离前 对金字塔周围 进行了涅济处理 撒哈拉大沙漠 就是当时密集的结果 那么 除埃及外 中东地区的绝大多数人 是从哪来的呢 它们就是 圣经中讲的 亚当夏娃的后裔 是由另一个神创造的 另一个神知道了 他的伙伴对手 开始在地球上造人后 大约在七千年前 在耶路撒冷地区 创造了一个神秘的院落 伊甸园 创造了亚当和夏娃 亚当和夏娃 创造出来后 为了不让伙伴对手 察觉 就毁掉了伊甸园 这就是 为什么亚当夏娃的 头上儿子 该隐 杀了弟弟亚伯后 害怕 但遇见 我的必杀我的原因 他害怕谁呢 害怕另一个神 早已创造的人们 杀他 这也就是 为什么尽管该也要保护他的原因 今日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 根本就是弟兄之间的结怨仇杀 是家务事 再说东亚和东南亚人 根本不是哪一个神创造的 而是 身藏在东海中的恐龙的化身 约在七千五百年前 当这对龙霍西 神在地球上 创造人后 就偷偷地出海 创新人类形状 沿着黄河流域开始繁衍 逐渐遍布亚洲地区 其中 有一只树流而上 最后翻越帕米尔高原 来到印度 其目的是想 与亚当夏娃的后裔混合 以免再受到上帝的惩罚 这就是 为什么中国人说 中国是龙的故乡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原因 为什么佛教起源于印度 而发展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为什么佛教能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生根开发 却在发源地印度不结果 世加木林的祖先 是从黄河流域去印度的 这一只流到达印度后 发现 在意识形态里 无法与亚当夏娃的后裔相合 不得不另立道路 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 那就是回家 回哪个家 回他们来地球之前的极乐界这个家 世加木林经过彻务后发现 他们来自佛国 尽管对佛国的印象有点模糊 但大概的轮廓 还是有点记忆 一旦程序的潜意识被唤醒 就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对后代的教化之中 又由于潜意识的导引 将教化的重心 向祖先所在的东方转移 达摩千里迢迢到中国来传教 原因于此 当地印度人 由于不属于同一个造物主创造 所以很难接受斯加木林佛的理论 他们的潜意识中 对佛国没有遗传记忆 所以 尽管佛教费了很大的努力 最终还是失败了 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由于人们的潜意识中 对人间之外的空间 有似有非有的本能感觉 所以 对佛教的理论 有一种潜意识共振 很容易接受 一旦接受 就在心中生根发芽 挥之不去 道家追求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境界 和佛教追求的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黄种人深层潜意识中 固有的模糊图像 说又说不清 道又道不明 但在感觉上认定存在的空间 实际上 这些向往的空间 就是恐龙来地球前 已经在万年界和极乐界生活过的地方 这种遗传信息 经过了千万年的时光 仍然顽固地相称在基因结构中 东亚和东南亚人 对先河的追求 纯粹是一种精明的驱使 有些人 虽然接受了圣经学说 但这不是心灵上的接受 而纯粹是一种理智上的行为 其他种族信仰神容易 但信仰 道 佛 教育很难 若有人相信 也只是对神秘性上的一种 盲目追求罢了 不可能达到一种心灵感应 心灵神会的地步 那么 挪亚时代的大洪水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要说明 在大洪水之前 人类已经遭受过一次灭绝 一千六百万年前 创造的人 体型高大 力大无穷 残忍善斗 肆虐动物 贪淫无度 不要说敬畏神佛 连上帝也不放在眼里 当时的玛雅城 古埃及城 大西城等 就是他们活动的中心 这些人 拥有神佛心的思维 却没有神佛心的品质 经常到万年界和极乐界 群凶闹事 知意妄为 对宇宙秩序 构成极大威胁 无奈 上帝下令 神在一夜之间 毁掉了玛雅 埃及 大西等城 只留下了一些 体型弱小 智力低下的人种 继续在地球上繁衍 为了安慰 剩下的这些人种 上帝在离地球 九百六十光年的地方 创造了一个 比地球 更美丽 漂亮的星球 即千年界 上帝通过神 告知他们 做他们手法 不闹事 此后 可以或允 去千年界 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但是 随着他们人口 数量的蓬勃发展 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他们开始 忘乎所以了 开始不把上帝 当回事了 作为上帝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四千七百多年前 地球上的这些人 自以为他们 可以有效地 管理地球 不需要上帝 和神插手 对上帝和神的教诲 自若罔文 一意孤行 肉体欲望 和对物质的追求 远远超过了 对精神和心灵方面的追求 导致了他们 人性的失落 受性的发展 破坏了地球 生物的和谐统一 特别是 管理人类的两肉神 针锋相对 善恶对立 上帝一路之下 转动了地球的青角 调泼大雨 从天而降 大雨整整下了 四十多个 日日月夜 编起了地球上 绝大部分人类和动物 人类的邪恶 由此得到了意志 但大洪水后 地球上 并不是仅仅剩下了 挪亚一家人 各地都有幸存者 这可以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记录中 找到答案 大雨治水 就是铁的事实 在美国 北达科他州的一个印第安部落 曼旦人的口头传说中 也有详细的技术 以上 就是人类起源的梗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